詞曲 李宗盛 就是交通安全的這幾個面向 所以也是掩蓋的非常多 一個是從大眾運輸的角度共享 一個是剛剛從GoGo這邊提到 從個人的使用的契機裡面來做 所謂低能減碳這些 這樣永續的新創的考量 其實剛剛GoGo只有講到 這個節能減碳這一塊 我剛介紹的時候 它是一個行動式的3C產品 因為它的產品是把所有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可以使用的 它要變成是一個行動的平台 這個情況在某種程度 再加上剛剛也提到說 那個上傳很多的鮮舍 那這些鮮舍到時候 就變成是一個行動的 這個智慧的感知的 某種程度跟 鮮舍未來是一個比例的能騎這樣的機車 它就會構成就是一個很自然的 智慧交通上的一個城市就會出現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那我們很感謝兩位 我們議談今天這麼精采的前面的說明 我想我們時間 接下來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盡量把這個時間 能夠給我們大家一起來交流 一起從不同的面向 而這樣也給我們兩位議談人 特別是局長這邊 今天在整個台北市的推動上面 影響的層面相當大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GoColo幾年後 可以變成台灣的另一個交流 不只在這邊做一個 製作測試 而是說它可以變成是 國際上一個非常重要 台灣人輸出的一個品牌 可以也許 大家很多的 應付的對他們來講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就把 比較多的指引給大家 那是不是 有誰要 還是請問你要先來 來 現場我們 那 你方便的話就講一下你的 譬如說你的性命 我們大家可以 來 我們說是有誰 同學我們看也不用客氣 因為剛剛一直講說 強調說 這個 這個主題對大家 是比對我們 重要太多了 來 來 來 請 我是台灣再現場的 聯盟 理事長搞不定 我想也可以建議一下周局長 因為那個 我們知道 也可以建議那個 合幣市長 因為當時 他在選舉的時候 提出來了 合幣市正式4號 其實他就有承諾 他希望在那個台北市 能夠在那個太陽的發電量 上面是有100個MW 那看起來其實 比方說電動機車 那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充電站 可以載非常多的停車場 就是如果想像他很多 那種大型的停車場 他其實上面是可以就是 盡量去裝設那個 跳泥板 那 這個電動車的那個電力來源 其實就是可以一個很好的 發電 綠電跟減電的一個模式 那當然就是 還有一個景觀的問題 我不知道 這個是會不會是交通局在管的 因為我們的辦公室就是 每天都是面對的那個台北市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的屋頂是一個 世界上面真的是 非常醜的一個台北市的 就是破破爛爛的 那那個最近 好不容易看到他 就是把那個 破破爛爛的那個屋頂給撤換 我很擔心 他又撤換了 又是 又是一樣的那個 100坪的屋頂 因為那個地方有一個 非常好的優勢 他旁邊完全沒有遮蔭 而且非常適合去裝設太陽門板 那所以我希望在 現在把它拆掉的這個同時呢 能夠撐這個 因為也跟局長報告 昨天那個折送費率在北區 已經提升到過去的百分之 提升到52.5%了 就是那個 如果要賣電的話 那個如果對於台北市是優先 就是可以提到那個費率 然後不管是從那個科系長的 他的這個證件100MW的這個 所以快到一年喔 看起來好像還沒有很好的成績 然後另外就是其實 如果說電動機車 他結合那個 再次綠能的那個發電 其實未來的那個推廣 還有更大的那個進步空間 當然我也要講一下 那個王院長現在說的那個 拿出40億的那個錢 應該有一部分應該要去做一些那個 那個 綠能拿進的這些的工作 要不然我覺得就是去買一般的 尤其是還可以買很多進口的這個 節電產品 我們都覺得是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可以三個問題一起來 那個副總長局長跟副總經理 我是王輝燈就這次撒路聯絡人 那我這次非常期待 因為就是有這個問題 真的很希望說 各位局長 那些有機會 真的是要帶給我們的這個科市長 因為其實我們去過 東歐大陸都會知道說 他那個很多城市 他電動機車 那那個那個 那當時我很震撼 因為我本身是做空氣污染的研究 那事實上這個是剛剛彭副總 彭副總也報告過 這個事情其實是蠻嚴重的事情 當然 但是我們馬上就知道 因為中國他有他特殊的一個政治背景 他只要說這樣就這樣 但是我們這個國家也是不行 可是我們就是說 在產業化方面的促進上面 一定會有一些方法 那可是我們會感覺說 柯市長好像他在這個 除幣啊什麼 他有那個力道很強啊 可是在心力方面的力道會比較不足 我覺得我們很誠實就講這個 那就是說 其實我其實也是這個感受 所以說回應那個理事長這邊 就是說其實 我覺得那個 與其拆那個頂樓那個 拆掉以後要再蓋什麼 老實講 我們看到很多拆掉 偷偷幾個月後 竟然在原子又重新蓋了 那這個我們其實有辦法解決 就是說 但是那不是將軍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就是讓他選擇 重玉電或是重原液 那玉電跟原液兩個也都是產業 都可以拉動 我們回答交通就是說 我給我講快一點 就是說其實呢 我覺得說 這是有問句的啦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考慮過 其實我們那個警察局用的機車 跟那個郵政 當然郵政不是市的管轄範圍 但是我覺得市是可以跟中華郵政去談的 這邊大量使用的公路的機車 跟這個電動車公路車 是不是有可能 進行採購 拉起一個基礎的一個市場的規模 因為我們知道在各國 英國也好 我們有研究在新創產業上 政府有時候初期採購的規模 是可以把它拉動 拉動之後那個價格會下來 那還有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好處 我必須從一個機車使用者的傳達給你說 2K的市場 就是說二手車市場的重要性 老實講 我在這邊就不做掉了 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們 但是年輕朋友 基層服務業的人 其實甚至是必須買二手機車的那個消費能力 那如果他第一手是透過公路車來警察覺得 這些有一個採購的規模 他之後會有二手車的市場 趕快拉動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現在機車的這個空屋的問題 其實已經算是蠻迫切的 那我也不知道彭副總 剛剛那個簡報 對前面都在講這個空屋跟健康的事情 不知道有機會是跟局長跟柯市長有報告過了嗎 沒有嗎 看來是沒有了 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你比較在意的就是那個 可能還是交通那個安全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但是其實空屋這個事情呢 這個其實是非常需要重視的 再來一點就是說 U-Pi的看你說到共享 可能是你們很想的 但我覺得共享的力道真的比較不足 速度比較沒有那麼快 那在中介過程中 真的必須先 其實那一下子採取電動機車或電動汽車的這樣子 一個過渡的規劃 為什麼我們這樣覺得呢 因為你想說現在我們大家騎機車的機車組來講 除了年輕人他容易因為機車去出交通事故之外 其實台北市很大跟新北市過來的人 是基層服務業跟勞工 那因為工作型態的關係很難去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 那這些族群你要他立刻去能夠轉成共乘 或者是搭乘大眾民宿工具 我覺得這個在轉變上會有可行的困難的 所以這些我想您是交通專業 對這個應該很清楚 不可能機車組完全快速轉成共享跟大眾嘛 那所以電動的話 他並不是在只是在節能跟那個而已 真的是在空氣污染跟健康上面 對對對 然後本來想先問問局長說您吃過飯有沒有 對對就我一直問了 您有吃過飯 如果沒有餅乾可以多吃一點 那應該就是 應該那個質詢的時候呢 也會四個肉盆 非常感謝您才趕過來啦 對那因為這次主題真的是 所以我們把時間 等一下你節省給他 那個謝謝 那個我算是不同的事態 我是看著哈利波特跟哈利波特組 我教會去長大前幾年的時代 那謝謝加上前一位的一個分享 那原本想要分享的是聲音的汙染 因為其實一直沒有提到 但是聲音的汙染其實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聽到他 大家都知道在說什麼 那第二個問題是 空間上我剛才算一下那個體積 就是因為我早前兩天早上 才看那個BBC新聞 在跟爸爸吃早餐的時候 那我就跟我說 我這輩子絕對不要去考駕照跟計程駕照 因為我是 就是我跟學姐想法 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根本就不會想要去 不是買不起 而是根本不想要去 佔用這個資源在這個地球上面 對我們來說 會有一個多部分 然後就說這不環保 這個不環保 而不是說空氣無燃的 而是說佔用這個空間 是不道德的事情 對我們來說 這不是一個善良的舉動 那對 然後回到剛剛你講的那個社會階層 因為我在小時候 我高中就想要成為一個社會學家 後來才變成一個 做省心科學集團的 所以那我一直在想到的問題是 你這樣說很多的健康風險 但其實並沒有 如果我是一個歐洲的政府 我在聽你做這個簡報 我會覺得 如果我要解決像印度的那一種 就是比較底層的人的困難 那其實是 不應該算是矛盾的 因為大家最容易發生這個問題 也是那個族群 而且我們從他們身上取得的資訊 成為我們大數據的taten 可是我們如果沒有成立 為他們成立一個health bomb 其實這是一個不單實口的 一個business approach 所以 我們沒有要做一個business model 做end economy 因為這個是 不是現在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 在台灣做這種 這種實驗的好處是 我們people的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 是不是可以abolish 那個原本的機構設計 因為如果真正它最重要的是 它們是那個兩輪的 比方 individual的那一種 transportation防止在歐洲 而不是機車這件事情 機車這件事情 不重要在歐洲 他們沒有機車這個概念 他們是用來探險 跟商務的 所以 這究竟想太多了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 我想到的 好 我們這幾位先來 那個局長先稍微很口氣 我們幾個相關的議題 有一些跟副總這邊有關 對